OK 这是除了中国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累计确诊人数 你看一开始是泰国特别多 1月30号 然后往后走 泰国还是最多的 日本 新加坡 韩国 韩国冲上来一点 日本增增增增增增增 这是2月份 2月2号 2月3号 泰国还是最高的 日本 苏一下就 这是因为从一艘船上增增增的数字 然后这是2月7号8号 然后其次是新加坡 泰国 韩国 马来西亚 澳大利亚 日本 转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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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每一次从你船上确诊的人数新加过来 日本人会蹦 这个数字就会蹦高的意思了 然后泰国现在第三新加坡第二了 日本又下不蹦一下 然后 你看 多长下了 对日本 因为那个最后的那个数字单立之中 然后日本就下降了 然后韩国的数字就开始增加了 二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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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号 韩国的数字增增增增增增 就这几年 迅速的超过日本 超过泰国 超过这个钻石控制号 OK 嗯 我有个问题 为什么突然高下突然低下 突然高下突然低下 一开始那个钻石控制号等于是算到了日本上 日本的数字上 后来是单独算出去了 你看这个到最后这个日本是一百五十几 等于现在是一百五十九 应该下一百七十多了 今天应该一百七十多了 嗯 那个 这是到二十三号的数字 美国五十三 其实他这个数字还是 我不能说他是准确的 或者说是 正确的 或者说是怎样 嗯 希望大家尽力去真实吧 因为只有真实的数据 才能够反映出问题 才能够想到解决的方案和方法 嗯 和说 另外一个就是那个钻石控制号 前一段等于是 日本他就是让 是 检测了没事的什么的人 然后就让他们下船 隔离14天 然后就下船让他们各自回家了 有的还是做 公共交通 然后有的下了船就吃烤肉 还是吃什么去了 还是反正去 对 但是好像就是从船上下来 来的人 应该大部分还是留在日本了 可能有些再去到其他国家 那就不清楚了 其实那些数字 未来 未来也会在日本 体现出来吧 希望都没事 希望都没事 但是 应该有更合理的 更有保障的一种管理和处理方式 应该算是密切接触了 真是超密切接触 这就是 就是国内那书记 我总没给你看 这就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 肯定更多人会重视 再过两天 就会得到更多的重视了 29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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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再过将近100天 这会有新的 你现在不明白 等你长大以后吧 这就我 像我小时候 我现在能回想起来那时候 啊 算了 不提那些了 嗯 希望更多 应该得到 你说 你会有什么问题吗 就这个 这个数字 比我 比我想的 还大 韩国 今天是多少 哎 这是哪天的数字 2月23 啊 已经这个 已经是很滞后很滞后的了 今天韩国已经1700多了 然后意大利也很多了 但在这块 啊 一百七十 啊 一百七十七 这是三天前 三天前 三天前的 的数字 所以 可以说四天前 啊 四天 这等于 他这个是一个等于是一个动态的一个视频嘛 所以给你看 但是还是比我想象了很多 是 这个比 远比想象的那个更严重 所以 我才几百呢 对 所以咱们去那个大阪的时候 跟那块 跟那个他们那个过渊聊的时候 嗯 哎呀 真是 太不重视了 嗯 哎 嗯 希望得到重视吧 嗯 Peace Peace 我都说了 Peace